常给我们推送这些订阅号 那这些订阅号非常烦人 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手机微信中 我们也觉得非常烦人 那这些订阅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看企业的公众号 看了这些文章后 那这些企业就认为我们需要这些 一有新的文章就会推送给我们 实际我们并不需要这些推送 那时间久了就会占我们的内存 那怎样关闭这些烦人的订阅号呢 那感兴趣的朋友就赶紧点赞收藏我这条视频 以免您以后用到了又找不到了 那大家现在就赶紧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吧 我们先打开手机的微信 你看这里就有订阅号的消息 他晚上凌晨12点还在给我们发消息 我们就点开 点开之后 这就是订阅号给我们发送的好多消息 我们有的时候不需要了还一直在发送 我们先打开右上角的三个横杠 打开之后我们选择一个 我们就点开 点开上面就有人头 我们再点一下 这里就出现了订阅号给我们推送的消息 我们再点开这个人头 点开之后 这里就说你不再关注了吗 我们就说不再关注 这样就关闭了 我们再点开一个 看这还有好多消息 我们不需要的都这样一个一个的给他关闭 我们也可以直接点开他 再点这个人头 再点上面三个小点 这里显示不再关注 再点你不再关注这个旅游团报价了吗 我们再点不再关注 那我们再打开订阅号 这就是没有你在关注的了 他也就不会给我们推送消息了 大家刚才跟着我的视频看了看 视频你也学会了 你也知道我们怎样把这些凡人的订阅号关闭掉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这个分享对你有帮助 请关注点赞 也别忘了转发出去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